会翘课的孩子已经成功了一半 翻墙翘课在我国中时代几乎是师长眼中的死刑 不遵守校规不留在体制内随意出逃 要么给予严厉的处罚或者直接放弃这个学生 当时的我是个乖宝宝 守秩序尽力读书把考上好学校当成人生目的 翘课在我眼中是个极度不能理解的行为 难道他们不怕被处罚被老师讨厌吗 其实翘课的孩子率先做对了人生一件事 明白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 不认命不接受父母学校社会的既定安排 打破规则不计后果的翻墙出逃 我就不爱念书我就不会念书为何要逼我 明白自己不想要什么是人生成功的很重要 例如父母叫你去当公务员 你觉得人生会太无聊 父母安排你去相亲 你觉得为何一定要嫁人 因为明白自己所以我们奋力出逃 如同老师眼中的坏学生 但翻过墙 摆脱了上课终生的控制 看住一望无际的蓝天 然后呢 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吗 于是有的孩子混迹撞球兼网吧 加入帮派找寻新的归属感 最后会发现 成为撞球国手或为电竞冠军比念书还难 混黑社会比现实社会更需要花脑袋 逃避了学校的安排混一事无成 当有了出逃的勇气更需要有看清自己的眼光 当你不满意现在公司的体质 对身处的产业不报未来的希望 兴起翘刻的勇气时 你真的有明白翻墙过后你该何去何从吗 还是只是落入下一个体质 一样抱怨一样不报希望的恶性循环呢